你看怎麼樣看國民黨現在路線 從我們的子母框裡頭就看到 從上禮拜五的立法院的畫面 這一些豬內障 整個潑灑在國會殿堂 憨稱是史上最血性的畫面 就登上了很多的國際媒體 你所瞭解的是國民黨真的認為 民意是挺佳國民黨的路線嗎 來 余將軍你怎麼看 其實國民黨從二零二零大選之後 一直在很低迷 一直想要提振起來 還很困難 所以這一次在上禮拜 立法院皮肺心肝腎 大腸小腸肝臉一起飛的狀況之下 的確給國民黨帶來了一個 所謂的聲量的高度 其實我們可以看 從這個聲量看政治的方面 這個網站上看得出來 無論是從描述 從描述或是新聞 按讚數 心情數 分享數 評論數到留言數 這整個標示的數字看得出來 國民黨已經到了近期的新高 56.88 56.88 就是說這個新聞這個事件 已經造成了56.88%的人去討論他 但是討論他的狀況裡面 都是贊成嗎 不見得 都是反對 也不見得 正反都有 但是有人覺得看得很不舒服 也有人覺得看得很爽快 大快人心 所以這只表示說這個事件做出來之後 佔了版面 讓民眾知道國民黨在立法院 做了這麼一件事而已 但是他到底表達是什麼呢 是因為這些內臟有毒不能吃嗎 還是這些內臟吃得下去對人的身體不好 還是今天他丟出來這些內臟是乾淨 是沒有問題可以吃的 我說如果今天你要表達是這些內臟丟出來是含有萊劑 吃得對人民的身體國民的身體有害 那這些東西是不好的東西 你可以拿來糟蹋給你來丟棄 如果這些東西丟出來 它是本身台灣溫體豬產生的良好的食材的話 你丟完之後要把它吃掉 你丟完之後要把它回收 滷一大鍋 然後全力保院分一份把它吃掉 有嗎 有這樣處理嗎 對 我說如果正常的話 你要這樣表示 你要回收到中央廚房 你去完成了一個所謂的吹扇 然後把它切好分給所有人吃 表示這個東西是經過抗議 經過民主 經過很多手段的這個豬內臟 它是神聖的 它是安全的 它是可以吃的 我說如果他這樣做的話 或許豬農他不會覺得不舒服 你沒有糟蹋我的食材 但是你丟出去之後是丟後不理 直接丟在立法院的現場 讓他踐踏在地被人家糟蹋 所以說才會產生了有部分的豬農 他覺得很心疼 這些東西都是我養大的 這些東西是我養大 我希望乾淨的東西 健康的東西由國民吃進去 造成一個台灣的美味 讓他讚賞 而不是丟在地上被糟蹋 被踐踏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是美中不足 如果你做好這一整套的措施 宣揚了整個豬農的辛苦 宣揚了台灣豬肉的好 我覺得大家會稱讚你 所以我說很多的抗議時候 你看到的聲量 可能覺得說這聲量很高 我低迷這麼久的政治能量 終於回來了 可是你要去分析裡面的分析 到底贊成你的多少 到底認為你有問題的多少 然後你要從中間去改變你的 整個政治抗爭的聲量跟方向 我覺得這才國民黨未來 可以拿回整個民意的一個關鍵 是 所以余將軍我想請教 因為明年元旦依照政府現在所規劃 要開放含有萊克多巴胺的美株進口 所以行政院所公布的五項的管制措施裡頭 包括了赴美去查廠 包括新增加貨號 包括逐批逐批進行查驗 包括他要認為說所有的這些物品 不管直接或是間接加工 通通都要清楚的一個標示 嚴格去積查這五大管理措施 那我看到如果新申請進口的肉品廠 都要經過查廠才能夠進口的話 以現在疫情這麼嚴重 明年一月一號要進口的豬肉 都要逐批去查驗 我覺得明年一月一號說真的要進口非常難 但是如果你被查到的話呢 這個他的安全容許量是不符合標準 是重罰 而且重罰最高可以罰到兩億元 我想請教你認為國民黨 你們的五項這所謂的管制措施 通通都背個都反對 那到底在杯葛什麼 如果今天是國民黨執政的話 你們會怎麼做 你們都完全不開放 可以達到MOU的簽署 可以達到中美之間的貿易談判 可以達到雙方面的5G合作嗎 如果是國民黨今天執政的話 那國民黨到底會怎麼做呢 應該怎麼做呢 還會繼續反嗎 其實我覺得國民黨目前抗爭的路線 跟執政黨我覺得有一點是封馬 不相干沒有交集 一個是希望零檢出 一個是希望不使用 這個豬隻和牛隻零使用跟零檢出是兩回事 使用是他在幼年的時候 他為了要讓這個牛隻豬隻 他的身體抗體更強 或者是他的生存力更高 所以產生了各種生物用藥高達一兩百種 都用在這個豬隻跟牛隻身上 問題在他被屠宰變成肉品之後 他不再是一條活牛活豬 他變成肉品之後 他的肉裡面有沒有檢驗出相關的殘留劑量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百姓需要知道的 這個豬肉我吃到肚子裡面 他是零檢驗 還是他活的時候曾經用過這些劑量 我覺得這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 所以我覺得這個如果真的要進口萊豬的話 必須要講清楚 我是零檢出讓所有人民吃得安心 那至於說這頭豬他活的時候 有沒有使用相關的劑量 我覺得是另外一回事 這是完全兩回事 所以我覺得蘇院長他說 從源頭開始要找 那源頭要找就是說他有沒有用過 那用過我覺得到尾端 他變成肉品的時候 他檢驗出來的這個肉體的含量 萊克多巴胺有沒有超過國際的標準 讓人民吃下去會不會產生副作用 我覺得這才是人民需要知道 就這兩項事情要做一個交集 否則永遠無法達到交集